国内科学家正在创造CRISPR婴儿,11月26日,举人民网消息,来自中国深圳的科学家贺建奎在第二阶国际人类基因组峰会,教会前一天宣布,一对名为露露和娜娜的基因婴儿于11月在中国健康诞生。 此前,外媒就曾报道南方科技大学,一研究团队,正在招募患有不孕症的艾滋病良性患者夫妇,来创造第一批用基因定制的婴儿。 他们的计划是消灭一种名为CCR5的基因,从而让后代对HIV、菁花等疾病产生抗尿性。 目前,该研究设计,一起交给伦理委员会进行讨论和批准。 CRISPR是存在于细菌中的一种基因组。 该类基因组中含有曾经攻击孤带细菌的病毒的基因片段。 细菌通过这些基因片段来侦测并抵抗相同病毒的攻击,并吹火其DNA。 这类基因组是细菌免疫系统的关键组成部分。 目前,通过CRISPR-Cas9基因工具,我们可以有效地生命体内的部分记忆, 一份被曝光的审查书中显示,此次项目从2017年开始,预计2019年结束, 研究你采用CRISPR-Cas9对受精卵的CCR-5基因进行, 使得胚胎在植入母亲所功前就具备一定的抗祸乱,以及艾滋病能力。 据悉,CCR-5是一种蛋白质的表面上的白血细胞, CCR-532的个体,拥有正常的面移功能和炎症反应, 并且对多种病毒感染有协助的抵御能力, 所以针对CRISPR-5的基因,可以带来理论所阐述的抗瘤效果。 图细胞膜上的CCR-5收起,谈及基因的话题, 不可避免的就是伦理道德问题。 这也是医学界一直争论的,有专家认为胚胎的变化, 在后大遗传过程中,最终可能会影响我们整个人类的基因库。 一位基因科学家Filder Anel则认为, CRISPR有一定的风险,可能会引入意外的突变,也就是脱法。 如果第一个CRISPR婴儿不健康,它可能会成为一场灾难, 所以我们应该谨慎对待这一研究。 目前,在欧洲通过基因工程培育胚胎,植入母亲体内是非法的, 在美国则是被禁止的。 不过,由中山大学发起的一项问卷调查显示, 如果目标是过预防疾病,超过60%的人赞成是基因婴儿合法化。 理论上如果研究成功,必然会给人类预防一些疾病带来福音, 但是随之而来的后果也必须考虑在内,这是一个没有绝对答案的问题。 就像有专家认为,基因技术只有一定历史性和变革性。 根据达尔文的进化论,生命在不断发展,工业化以极端的方式改变了环境, 所以人类也可以通过控制进化的强大工具,来应对这种巨大挑战。 更多优质内容,请持续关注美科网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